摇杆在农业和考古中的应用 农业 一、使用空间主动和被动传感器测定土壤水分含量 土壤水分空间 土壤湿度对理解地球科学有很大贡献 例如 它解释了地球的水循环、天气预报、干旱和洪水 但你知道有两种从太空获取土壤水分的方法吗? 首先,它使用无源和有源传感器 像RadarSat-2这样的有源传感器照亮目标并测量反向散射 反过来 这导致高空间分辨率但低精度 其次 像Smose这样的被动传感器测量自然发射的微波辐射 与有源传感器不同 它提供了高度准确但空间分辨率较差的图像 我们怎样才能两全其美? 这就是美国宇航局的土壤水分主动被动 SNAP任务努力实现的目标 阅读更多 大卫星列表 五十颗卫星 三十字或更少 二 为农业规划绘制土壤类型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 岩石会分解成小块 变成土壤 有了土壤 水和阳光 它们一起为植物和其他生物提供了生存的地方 但并非所有土壤都是相同的 由于人口增长和粮食安全 世界各地对准确土壤信息的需求正在飙升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土壤资源和信息中心 ASREC将土壤测绘作为一个关键优先事项 ASREC开发了一种方法 用于在全球范围内预测1000米网格单元中的空间土壤财产 ASREC的1000米土壤网格图 此外 科学家使用了气候指数基于MODIS图像和常规土壤调查等斜变 来创建这些全球空间预测模型 三 利用硅一化植被指数ENV量化作物状况 正在利用卫星图像和硅一化植被指数ENV监测全球粮食供应 近红外辐射正被用于检测农业中的健康植被 健康的植被反射绿光 吸收红光和蓝光 我们眼睛看到的绿光是植物在光合作用中产生的叶绿素 与其他波长相比 叶绿素将在绿色和近红外光谱中反射更多的光 这就是为什么近红外辐射结合 ENV是农业和环境中的主要摇杆应用之一 四 通过精准农业节省资金和时间 精准农业就像农业生产中隐藏的金矿 化肥预计可节省10% 除此之外 作物产量也有所提高 精准农业使用不同波长的光来观察作物的健康状况 不同数量的肥料被计算出来 把钱放在农民的口袋里 此外 农业摇杆有助于识别害虫 以便更好的控制和管理农场 考古学 一 为古生物学家预测恐龙足迹的发生 摇杆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恐龙曾经在地球上的确切位置 坎特威尔基金会列出了化石遗址出现的四个主要地理空间因素 这四个因素是植被覆盖率 坡度 坡向和滑坡附近 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摇杆获得 忘记做猜测 把你最好的脚放在前面 二 发掘玛雅人和古埃及等古代考古遗址 发掘古代考古遗址 一定是名单上最整洁的摇杆应用之一 摇杆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包括红外和立体图像 红外辐射波长更长 可以穿透地表一米左右的深度 立体图像显示了地面高层的细微变化 考古学家在植被生长的地面上发现了方形图案 这让人有些惊讶 这些方形图案当然是古建筑和金字塔 科学家已经利用摄影测量和红外图像 发现了古代玛雅和埃及文明